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周 现在我在四川产都这边 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家人群里面 我姑姑在里面发了一张照片 说开工了 我刚刚打开看 然后表弟就回了一句 不是拿一个老板 我姑姑说是他刚刚在市里面买的 然后我表弟又问他 有多少瓶 我姑姑说41瓶 我表弟又回了一个应该要100多万了 但是我姑姑说 100多万买不到房子 这个房子200多万 41个平方 在上海280万了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聊天记录 这个就是我姑姑发在群里面的照片 好像是正在装修打墙那些 然后我表弟又问他是哪里的房子 是去买的 好多个平方 41.6 表弟说我100多万 我姑姑说280万 100多万买不到房子 现在 刚刚她可以看到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聊天记录 在上海280万 来买一个41个平方的房子 41个平方 有多大呢 就只有一个一房一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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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小 家里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 如果280万在我们老家买的话 可以买一个不动的店铺 在装修 这还要不晚 朋友们 你们觉得在上海花280万 买个41个平方的房子值不值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剩下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